好 一张嘴 侯雷雷 柯文哲的结局是什么 大阴谋家 剁完颜 来看柯文哲说 2024总统可以选就选 不能选就算了 但现在有没有要退 没有理由要退选 这不是白讲了吗 好 我来看一下 民众党发言杨宝珍就说 柯文哲一直是一样的论调 若没有要选总统 才需要另外宣布 并不是外界刻意解读的 想要想过退选的意思了 那毕竟他现在民调第一 议员林真宇他就说了 现阶段的联合政府 团结台湾绝对比下架民进党更重要 如果有比这个更超前的政党理由 大家再来说嘛 再来谈啦 好像这个吴子佳也说 柯文哲百分之百 选到底 他也说柯文哲自诉致命上 没有人选赢区立委 最后两三个月 小鸡扛母鸡的时候 缺点就是就会出来了 不过他民调上扬的同时 很多正义知识也会带枪来投靠 求人干脆不如求己 当柯文哲民调高的时候 立委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掉 网友就留言咯 柯文哲过去常常今天誓言 明天就收回啦 不意外 也有网友说一张嘴 猴磊磊啦 这个只想操弄 蛊惑人心是骗人的鬼吗 还有网友留言说 过去自称墨绿呀 你柯文哲 怎么现在每天想着挖 蓝赢的选票呢 好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退选呢 他说现在没有理由退选了 我们要跟永平姐来讨论 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柯文哲他之前 他说出这样话 总统可以选2024 可以选就选 不能选就算了 但现在没有理由退选 他干嘛突然抛出这句话 是又要来趁热度 来增生量吗 那外界怎么解读呢 好 明正义也说 如果现阶段有团结台湾 绝对比下界民进党是更重要的 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吗 大家再来谈吗 你觉得呢 我对柯文哲的看法 刚才我有批评 他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这个虽然是批评 但是呢 大家应该不会反对我的看法 因为蛮明显的 我认为柯文哲 我刚才前面讲 他没有中心思想 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柯文哲的优点是什么 柯文哲的优点呢 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工作者 我所谓的精明是说 柯文哲呢 是不会自我催眠 或者是说 他不会太过把自己的实力碰碰 也就是说 他很现实主义者 那他的这种认清自己的角色 以及直白呢 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支持 或者喜欢柯文哲的原因 像柯文哲自己就知道说 第一时间 他觉得他冲到第一 他也不相信 他说那个民调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一个月涨10% 他自己都不太相信 那第二个 他自己也知道说 他的硬伤呢 是他到这个真正选战激烈的时候 他没有小鸡啊 他的护卫队不够啊 他的民众党没有能力 在73个立委选区这种格局上 他可以遍地开花 他没办法 所以呢对柯文哲而言呢 他很精明 他了解这些事情 他也不会过度的自我膨胀 那所以他为什么会被大家认为说 他今天说一套 明天说一套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因为他要在蓝绿板块之中呢 游刃有余 所以他一定今天呢 讲一些话 看到现在蓝的选票松动 蓝的整合还没有成功 他就拼命去往蓝营拉票 可是如果蓝的一旦团结了 整合成功了 大家看好了 柯文哲呢 一定又会去往绿营拉票 他过去说他是深绿的等等的那种言论呢 你也不排除他又会出现 所以柯文哲本身就是这样 但是柯文哲由于他的表达方式 他的反应速度都符合现在的选战节奏 跟新媒体模式 所以柯文哲的民调是不可能调得很低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说柯文哲要退选 确实目前看不出来有这个条件 好那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说 那么如果国民党的侯友宜 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声势 甚至呢再过几个月 声势还是很弱的时候 国民党的小鸡会不会有可能叛逃呢 第一个我必须把现在2024的状况呢 跟2024年前当时连颂分裂 就是后来陈水扁以39.2% 当选的那一次的选举呢 来稍微做一个比较 当时的宋楚瑜五党籍脱离国民党 声势非常之高超越今天的柯文哲 而且他在这个时刻是已经 遥遥领先的第一 一路领先连战跟这个陈水扁很多都领先十几% 可是到最后被翻盘 而那个时候的宋楚瑜还有不少的省议员 都当时整个脱离国民党出来成立 后来成立亲民党当然是宋楚瑜败选之后 可是你看亲民党怎么样呢 亲民党一直维持 只不过到2006年 特别是2004年 连颂合了之后 亲民党其实走下坡 到了06年的宋楚瑜 只不过差6年的时间 宋楚瑜再去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能量了 选票就被压得非常的低 我要讲这个原因呢 就说明当年的宋楚瑜跟亲民党的势力 风投远超过现在的柯文哲和民众党 可是也没有办法避免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呢 事情就火速的往下拨 所以以柯文哲这么精明的政治人物 他又看到了宋楚瑜的例子 他又知道宋楚瑜很深 因为柯文哲旁边有一些 根本就是亲民党的幕僚 譬如说黄珊珊跟宋楚瑜 那是多少年的经验和交情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就算是他今年声势好一点 有一些国民党初选落败的人去投靠他 可是呢 蓝的只要分裂的情况下 一定是绿营得利 特别是总统一样 立委也一定一样 单选区 然后到时候 国会又被绿营全力主导的时候 整体输掉大局的时候 那不止国民党会很凄惨啊 柯文哲本人 还有民众党 那个被追杀的情形 也绝对不会输给国民党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呢 这个挑战 还有宋楚瑜跟亲民党的因见不远 他会怎么样的思考 他会去真的 收很多国民党内部不合的 想要去叛逃的吗 那贵国民党现在已经被提名的 或者是国民党很强的 他们会看到过去亲民党跟国民党的情况 尤其是亲民党在全盛的时期 跟今天的民众党一样啊 动不动政党的民调都是超越国民党的啊 但是怎么样呢 当时跟亲民党的民意代表 现在在这个内部还很活跃的 哪一个不是重新回到国民党 才可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呢 所以如果拉长来看 我相信现在的国民党的强将 我讲的是小鸡的强将呢 并不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去叛逃国民党 那一旦他不叛逃了以后 对柯文哲来说 他到了选战真正后期 你光靠空战不行 你的路战也要一起全面性动员的时刻 那么到时候他能不能撑这个局 而你不能撑这个局的时候 你要不要真的去谈非律的合作 这才会林真宇民众党的市议员 他的爸爸林国成 以前就是亲民党的要脚 他才会一直谈到说 没有比下架民进党跟团结更重要的 那所谓的团结指的是什么 就是所有反民进党的力量 那么柯文哲作为一个非常现实主义 又精明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柯文哲在他的思考跟计算里面呢 他看到亲民党的例子 他并不会只想当一个昙花一现的 小的政党的党主席 他的年纪也不大 他还有20年的政治前景 他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还有好多个月 我们可以慢慢看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